長高這件事情其實是很多因素的 坦白說 整腦腸裡面什麼東西 成分我不知道啦 大概就是5到10公分左右 這個算是個極限 現在的古靈是大概約為幾歲 長谷打斷脫離矮子的這個宿命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加油許氏 我是你家小姐姐醫師許舒華 我是古科醫師徐德凱 說爸媽 很好奇的一個問題 長高 古靈 關於長高的迷思啦 哪一些生活的習慣 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就比較不容易長高 女生如果說真的 月經來了以後 真的比較難找嗎 我就記得 我多小六年級 我就全班最高 然後之後就沒有再講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簡單解釋一下 古靈這件事情好了 古靈的測量方式 照左手的X光 這些長谷 直谷的生長版的關閉 或是一些種子谷的出現與否 評估它現在的古靈 是大概約為幾歲 但僅止於此而已 它還有生長多少的潛能 其實無法去評估啦 重點是說 什麼時候才需要做古靈測試啊 不是每個小朋友都需要做 一般我們建議 小朋友的生長曲線 是落在表面之3 或者97%以上的 建議小朋友去把它的生長曲線 對照其他的生長曲線 它在哪個位置 如果它真的是落後太多了 超過太多了 那也許可以用古靈的方式測試 它位置在哪個地方這樣子 長高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多因素的 它包括就是激素啊 酷膜啊 飲食啊 內分泌啊 這些東西是共同的 Outcome就是骨頭的長度嘛 所以其實骨頭只是個結果 簡單就是說 其實沒有什麼必要性 去做這個古靈 對於你之後的一些治療的選擇 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應該是說如果你真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 落後太多了 或者是有些內分泌方面的問題 甲重線的問題啊 或是腎肌素分泌不好的問題啊 其他人大概都不太需要啊 打女生約定來了以後 真的比較不會長這個分辨嗎 因為這個牽得到一些 什麼叫性早熟跟性完熟的問題啊 這其實也不是古科專門啊 應該要看小兒內分泌科 有些有口訣可以記一下 就是8加9啊 女生8歲太早出現胸部發育了 或是9歲之前就出現了一些 男性陰毛發育就是性早熟的情況 另外一個是13、14啦 就13、14 13歲、14歲還沒有第二性陣發育的話 大概就是性完熟 那這一群病人大概就是需要 做古靈測試 或做一些生長的檢測了 那所以在飲食上面來講 爸媽常會問說 是不是常喝一些含糖的飲料啊 樂色的食物啦 是不是也比較有礙於展告 就是樂色的食物 或者性早熟的情況 所以會影響你的生長 簡單說去古靈 其實是一個參考的坐標而已 那其他因素 你可能要抽一對內分泌的基數啊 長線的基數 做一些綜合的評估 每當做完這個古靈檢測的小朋友 我們還是會轉回去給小兒內分泌科 再做更全面的評估啦 所以如果說是到了成年了 他的那個身高還是不如預期 在骨科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幫助他脫離矮子的這個宿命啊 所以我們骨科是手術的科別嘛 所以我們還是有些方式的 比如說像我們會把長骨打斷 然後慢慢的每天拉長 拉到一個可以的長度 再把它鎖起來 那這就是非常極端的手法了 所以其實在做這些手術之前 都會要經過一些 詳細的一些精神評估啦 那這個有沒有延長的極限 當然不能超過太長 因為超過太長 那個神經跟手術感 都會受到太大的拉扯啦 大概就是5到10公分左右 這個算是個極限這樣子 啊這整個拉長的過程是為期多久 通常就是每天拉1mm嘛 所以大概算這個時間 那個2、3個月跑不掉啊 過程還滿痛苦的啦 我們還是建議就在生長期 好好的做一些保護喔 正常的運動 菌痕飲食 那所以要喝轉骨湯嗎 坦白說轉骨湯裡面什麼東西成分 我不知道啦 最重要的是菌痕飲食 然後早點睡覺 因為正確的睡眠時間 那個生長期數分泌是平常的6倍啊 但我以前也是 有一段時間長不高啊 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的蘇聯女朋友比我還要高一個頭 就是狂睡覺 狂喝牛奶 我是高中才長高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啦 男生會比較晚一點點這樣 其實人生的價值 也不是只有身高這件事情 有些人沒身高也有顏值 沒顏值可能也有智慧 可以讓你整個人更有魅力 如果是小朋友的時期的話 當然就還是把握一些 好好的睡啊 然後均衡啊 一定要運動嘛 假設真的還是結果不如預期 或許就是可以找骨科醫師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努力尋找自己的優點 把你自己的自信跟魅力發揮出來 哇 好勵志喔 好 謝謝大家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許初華 我是骨科醫師許而凱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開啟小鈴鐺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